上半场 呃这个阵容他比较的扎实 又有OB 上来找大富 骗了块怀表走 扎篮 但是我很喜欢 这块怀表骗的好舒服 再补一勾拉近距离 放个甲 好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 他要砍一个什么呢 砍一个解掉钩子的一个时间点 呃飞轮 哎呀 飞轮失误了 我没记错 好像是夹子被夹中以后 五秒内不能再被夹 我还能再吃两刀 但是第二刀速度很快啊 而且这边钩子还在手上 看一下这个半子 要躲一下 要躲过来还好 预判了一波走位 他这个是 没有那个选择直接出钩 对 但我觉得小陈的心里有个想法 他觉得是我勾过来的话 也有应激 但这个击倒不算快啊 这个击倒大家可以看到 密码机的总量 其实倒地也有两台半了 没中 心里这边再绕 这个击倒 这个击倒兄弟们 你们还真别说 这个击倒我都不知道 路头如果说在防守端打不出震慑 他怎么赢 大帅开奶 你除了这边大副 人救不下来 双倒这个局 路头都不太能赢 真的 就 我相信咱们直播间 7阶以上的观众 应该看得懂这个局面 对吧 这个局面你算机子 看比赛 看局势 最重要的是什么 看机子 机子 我经常说节奏 节奏 节奏是什么 就是机子的量 这波节奏打乱了 就是休机打乱了 对吧 现在小说家过来救人 或者说昆虫过来救人 或者是卡着卖掉 机子够不够 机子够 三人开门战 求生者这边 手里面有道具吧 有飞轮吧 是不是 这里勾到了一下 昆虫这边还想救 打一刀 掩护 哎呦 机器的穷者 说实话 打的是真的拼啊 因为他们外面 差三台机子 只有两个人 就是势必一定要改机子的 你要把这些机子的 总量合在一起能一轮修掉 那这个局保 确实很有机会 现在的话跑最后台机子 看一下这边的话 飞轮顶掉了 感觉这边可以用闪现收尾了 小城这边闪现过来 一刀好 那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穷者这波保 没有能保到 反而让小城挂飞一个 再挂一个 开门战之前 我手里有人 哎呦 有梦想 大副一勾倒啊 那这边放夹子吧 外面的话 大副新奇台机子 18星奇 小说家这边的话 一定要打出他的飞轮 要把他飞轮破甲 换位 断了个勾 有这波换位换得漂亮 皮皮虾今天的表现真不错呀 飞轮交掉了 这刀打上那边 五十的鸡子 五十的鸡子 已经洗好了 他等于说第一波有两钩子 再换 又断你一手勾 炒哥这边的话翻了一个护壁出来 那边的鸡子其实小城管不了了 也就是这个鸡子是够了的 就要看这边 交怀表 能不能在鸡子亮之前 勾到了 刚想说就是能不能在鸡子压好钱 让小城这边能不能再挂一波人 把人挂在鬼屋里面 鬼屋里面的一手难攻 对吧 昆虫这边虫洞起来 兄者直接贴椅子过来 是的 而且昆虫也过来辅助了 没错 那边 这里有夹子 把匣子给拆掉 现在有点担心被小城给打飞 因为他手还有钩子 把人往外打嘛 一刀没打中 哎呦 走位 虾哥 虾哥 呦呦 漂亮 这波他倒的位置没有被击飞 一勾勾中大腹 有传送 昆虫教自己的 看昆虫这边怎么狗吧 昆虫没有狗啊 我以为昆虫会在旁边狗一波 那这里的话应该是小说家折回来 你去管那边的昆虫 我这边小说家折回来 但是昆虫 哎呦 这够空了 因为昆虫是一个教自己 昆虫 假动作飞轮好 昆虫教自己的 你这样也行 先把空中处理掉 再徐徐徒之 对 人们 其实可以不挂 这一波 而且你必须得有人去卡在中间啊 这部小陈 得注意中间那个人 对 只要去找到这个救人的人 对吧 我们这个梁哈皮曾经说过 说 开门战第一定律 一定要去抓那个救人的人 是 所以这一波就是他跟皮虾之间的一个博弈了 下个 哎呦 又空钩了 他这把开门战已经空两钩了 草哥那边点地点门 中边地窖有耳鸣啊 有耳鸣 耳鸣消了再往前顶 没关系 耳鸣出了 应该是确定的 这边地下的话是会有蓝色的一个碎花的 看到了 多抓 飞轮 有了 直接走着打完 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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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如果说这边能够快点处理的话 那传送一波是有机会去争似的 但是他传送选择是传椅子啊 是防止大富 三抓的话 是一个稳稳的三抓 要搬马哥的破轮 小城的这一手路头确实是证明了自己 这边是有地窖的 小城 呃 要不 他防一手呢 是 爬到地窖 对 把人给一局 那这样的话完成一个 多抓 一把三抓 不知道怎么赢 那不是他这边中间打的好吗 我不知道小城告诉我怎么怎么赢了呀